晚安您好各位观众我是刘寒竹 现在马上为您提供今天最重要的头条新闻 就是呢理财周刊202020周年庆线上开跑了 而且呢有理财大使的选拔 总奖金高达45万元 想要一系成名一系致富的年轻朋友们赶快参加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寒竹 恭喜理财周刊29年 那么其实呢20岁了等大郎 在我心中呢一个完美的女性的展现 就是要内外皆美 外在呢就是要合理适度的打扮自己 而内在的话 inside beauty 还有聪明的头脑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女力展现 大家不能一直陷在省钱 这个框框里头 其实呢你与其一直想着要省钱 你不如想着你怎么投资 而我觉得最划算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自己 花一点钱去帮自己剪一个好看的发型 去稍微烫稍微软 化点淡妆 买进西装外套 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已经是一个ready的人 那你自己就会有信心 当你自己有信心的时候 你讲出来的话语就会不一样 而别人看你就会更有信心 你先投资自己 你就不用一直陷入省钱的这个回圈当中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回馈 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大家已经转到网路消费了 在十一住行方面 很多APP刚上线的时候 它都会推出很多优惠活动 像我自己我都是当那个第一个进入的人 因为第一个进入的人 你会拿到最多的优惠 甚至你还可以分享出去 在你转分享出去的时候 又再赚进了很多优惠回来 所以像我自己会坐计程车 但我不是每次都坐计程车 因为一直坐计程车的那个交通费开烧很大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一定挑打折的计程车坐 女生要活得漂亮 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在一个灰头土脸的状况之下 因为我觉得花钱就是一个进步的动力 像我自己啊 我如果用过的包包 我大概用到四五年 我觉得它差不多了 我会把它卖掉 四五年放在家里你不用 再过四五年你还是一样不用 而且它会贬值得更惨 我会在它已经稍微已经贬值 我也提够了的状况之下 我就把它卖掉 对我来说少赔就是赚 像我走上主播这条路 我跟大家想的传统心中的主播很不一样 因为大家心中比较典型的主播是那种很权威感 然后是跑政治 跑这些很硬的新闻出声的嘛 我自己知道我天生的声音 我就是可能比较娃娃音 我可能是比较柔一点的 有人走权威的路线 那我就觉得 我就去走亲切的路线 也可以走出我的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去找寻自己的路线是很重要的 你一开始先听长官的话 先去符合他们的期待之后 我再去做出我的个人特色去说服别人 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的通责来说就是333 三分之一 你把三分之一拿来做储蓄 然后把三分之一可能拿来作为日常的消费 剩下三分之一我非常建议大家 就是去做一个合理的投资或是去付房贷 我觉得智产是一定要做的考量 因为你这些钱你不去做智产 你就是花掉或是没意义的放着 我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也觉得是我最赚的投资 就是我去买房子 我是从南部到台北工作的 所以我每个月比比起别人 我固定的开销就是我要付房租 那付房租久了之后 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租不如买 像我自己大概出社会五六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考虑买房子了 为了电视台我就不太可能跑去选择 台北市西区的房子嘛对不对 这些我都把我未来的人生 我的生活圈考虑进去了之后 我就慢慢开始把范围缩小 我锁定在松山区 我找到适合的物件之后 我选择先租 租OK了再把它买下来 如果是你要自己住的话 我建议你房子还是要不要买太老的 我建议找那种屋龄 大概在五年以内 基本上超过二十年或三十年的老屋 我是觉得不要碰的 外面看起来破没关系 我里面把它怎么整修整修整修 老房子的问题 不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不管是漏水或是墙壁 屋龄稍微吸引你的房子 它包括管理员在内 你的生活会过得比较方便 包括你的垃圾的那些清运 都不用让自己每天要出去追垃圾车 我认为再怎么样 你都要买到大概二十坪左右 要有两房一厅 一开始买的房子要比你预计的生活空间 还要再大一点 承受这个贷款的程度 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辛苦一点 总比你老的时候再辛苦还来得好 那有一个建议是 大家可以跟着麦当劳 大家可以跟着全联去买房子 因为麦当劳跟全联 他们在每个地方 要开一个分店的时候 那个是有一个大财团 帮你评估过后的好地点 那你跟着这个去买 绝对没有错